瓜哥哥 帶我出去玩 你乖你乖你乖 等我工作完就帶你出去玩喔 瓜哥哥 帶我出去玩 不怕啊 你乖你乖 等我打掃好家裡就帶你出去玩 善善 可以帶我出去玩吧 好啊 我知道這個 趕快掃一下QR控 沒錯 西遊記總部聽到廣大小朋友的心聲了 今天特別有請 鐵漢廚師廖爸爸 帶出他用數年心力提煉而成的 雲遊懶人包 這包裡面究竟有什麼呢 第一神神乎奇蹟 可以飄移甩尾的Q版卡丁車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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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神 甘菊阿伯的神奇便利貼 超Sweet 對啊 你是在偷偷便利貼 貼那個阿姨 對啦 太陽會曬到啊 防曬 第三神 西遊界明星神級出場 卻慘遭毒手 右手舉起來就放不下來了耶 你看 這裡癢 這裡癢 這裡也癢癢 這麼神啊 大小朋友們還不趕快坐好 雲遊懶人包下載啟動 是的 現在呢來到了是我們F15的賽車現場 這個賽車不是F1嗎 因為人家F1不稀奇 我們的是大郎 這就是傳說中的F15 因為 6 5 4 加起來就是15 是的 好那馬上來知道1號選手 N號選手 3號選手 今天的賽事非常精彩 非同小可非常令人期待 那我們就一起GO 出發 大會報告 由於三號選手加力優勢 所以先行退賽 目前只剩下一號 及二號選手啦 戰況可說是相當不怎麼激烈 趁著選手緩慢前進 我來解釋一下 這裡呢 是目前最流行的Q版卡丁車現場 只要身高達到110公分 就可以下場體驗啦 現在就把鏡頭交換給現場兩位主播 不要先走 GO 他現在好像有問題了 對 有問題了 他要舉手 他有問題了 真的 有問題了 那我幫助你 你把方向盤往左邊一點 加油 好快 然後右轉 對 很厲害 完美的位 左轉 對 滿厲害的耶 四周 有人回來了 第一名就在那裡 有了 有了 你有出發過嗎 有 有 我有看到他很厲害耶 要謝謝誰 很高興 很高興 那妳要謝謝誰 爸爸呢 還有謝謝誰 還有謝謝我們 不用客氣啦 謝謝 第二名也帶來了 我們來到我們的現場了 妳到底是哪裡啊 妳幫自己拍拍手 拍拍手 勝不交敗不內 不管怎麼樣 要有運動精神 運動精神 想什麼 這是一種黃金獵犬的感覺 好啦 幼兒組比賽結束 現在換成人組上場囉 挑戰一個比較難一點點的 是甩尾嗎 是 是喔 那這個甩尾大概要怎麼做 等一下在過關的時候 方向盤轉一點點 然後再轉回來 用環島的動作把尾巴抓回來 就很容易 這樣轉好像滿容易的 不過我覺得這種時候 就是實施測驗 好 我去前面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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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的速度不夠快啦 所以變成搖搖車了 換西瓜上場試試吧 不錯喔 下一位試車的廖爸爸 外型勾搭 開車卻十分溫柔 和兒子一樣 喜歡感受緩慢的速度 好了 話不多說 第一屆甩尾大賽正式開始 出 準備囉 重跑 重跑 小心踩到 好 準備好了 好 預備 開始 我要先操作 請你出發 是的 大會又來 再次報告 比賽規則除了甩尾 還要摸到轉角溫道處的 步道翁 最快回到終點的就是贏家了 快點 快點 就在草莓三百六十度自轉同時 西瓜選手準備甩尾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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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1 不幸運 好 奇怪 奇怪 有機會 有機會 不吹 沒有,快一點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我得到了一份榮譽 是的 榮譽在你心中 心中 永遠長存 西瓜幹嘛一臉苦相 榮譽可是無價的 說正經的 這裡真的很適合親子一起來玩耍 如果小孩身高不夠 也沒關係 可以選擇親子車一起體驗 保證感情大大加溫喔 阿伯 你怎麼這樣啦 我連連肉眼 你怎麼偷偷把這些橘子貼這個紙 太陽會曬到啊 會曬到 會曬到 會曬到就沒有... 就太陽曬到就沒有湯了 因為也是說幫他們防曬喔 對,防曬,這是防曬的 所以這個黃黃的地方 是要貼起來的地方喔 對 可是太陽也會動啊 太陽一動的時候 西邊的太陽 曬就不會乾了 為什麼西邊比較... 早上的太陽比較重 對,對啦 我剛剛遠遠的看的時候 我想說阿伯為什麼貼兩張 那個便利貼 貼給那個阿姨了啦 所以你們便利貼男孩 跟便利貼女孩 對,因為早上我就會寫說 吃飽了沒 然後晚上的時候就說 記得要吃晚餐喔 待會兒見 啾 這麼浪漫啊 浪漫... 來,來,來 正極一點啦 這家位於谷坑的 柑橘觀光農場 可是出了名的好吃喔 住直覺竅之一 就在防曬避免水分流失 這可是美味的小秘訣呢 快快快 一起幫阿伯防曬大作戰吧 阿伯,你有沒有拿一顆 是有那種紅黃跟綠綠的 對啊 可以感覺得到一顆有那個搭搭的 這一顆就可以啦 這是比較搭的 還是這是比較搭的 這一顆太陽比較沒有曬到 這個水溫就有了 哪一邊 這兩邊都沒有曬 這一顆都沒有曬到 喔 所以你是幫我們挑一顆好的喔 整顆都可以吃 我們要挑一顆 太陽曬到了 嘿,阿伯 我們現在要挑一顆 太陽有曬到的 對啊,曬傷的啦 曬傷的 阿伯人很好 阿伯幫我們挑了一顆 可以吃的 他想說他要招待客人 一定要拿出最好的 對啊,怎麼能夠拿搭搭的 對不對 他人耶 阿伯實在很可愛耶 完全忘了攝影機的存在 超強的 西瓜草莓 你們趕快試試有什麼不同嗎 其實水分都有 然後這個搭搭的 是它感覺上有泡水 有沒有 就泡水味道比較淡一點點 然後這個就是有水分 而且是它的橘子味很香 然後就是酸味都在 沒有,在上的地方 比較有橘子味道 比較有橘子的味道 所以我們要挑選橘子的時候 就是要挑整顆是綠的 綠的沒有太陽曬到的 對啊,媽,你怎麼沒教我 曬美,你知道柳丁要怎麼採嗎 柳丁喔,我不知道耶 我知道 已經消失在茫茫國海當中的阿伯 留一個冰液器給我 向上剪三公分 然後之後剪平 咔嚓咔嚓咔嚓 不瞞你說 嘿嘿啊 他也有交代我 他說要左手拿柳丁 右手拿剪刀 要這樣這樣咔嚓咔嚓咔嚓 既然如此 我們兩個合起來剛剛好耶 合起來就是一個 完整的武功秘笈啦 沒錯,要來這邊可以邊採 然後採你喜歡的 然後就可以帶回家吃喔 太好了 每年11月至隔年1月 是柳丁的採收季節 既然來了 當然不能錯過 就快跟著阿伯指示採收 OK 可以嗎 柳丁,我抓到你的 好 不過旁白哥聽說 這裡柳丁品種很多 你們可以分辨得出來嗎 現在是復培瓜時間 要來讓大家猜一猜 這我們柳丁有分紅肉、黃肉 跟傳統 那到底哪顆是哪顆 好,那你們現在覺得哪顆是紅的 指出來 中間 好,那黃的是哪一個 黃的 黃的這個好了 你們有統一喔 那所以這個就是傳統的囉 傳統的 好,那我們現在要來公布答案 那你現在可以告訴我們 哪一顆是紅的嗎 黃的是這顆,這顆是紅的 是這顆紅肉 那黃的呢 黃的是這顆 黃的是這顆嗎 那普通的呢 那普通就是這顆喔 對 真的嗎 那我們現在來公布一下 看是不是紅肉喔 好,紅肉 切切 紅的 真的是紅的 掌聲鼓勵 好厲害喔 阿伯很厲害 好 阿伯好強喔 現在阿伯說這個是黃的 接下來的黃肉跟傳統柳丁 剖開後顏色一樣 很難分辨耶 就麻煩復培瓜試吃 看看這兩種柳丁有什麼不同吧 這個比較 對 像以前吃的味道耶 然後這傳統的味道 比較沒那麼酸 傳統的味道沒那麼酸的意思嗎 傳統的味道比較酸一點 那阿伯 那剛剛應該是大顆的那個才是 對,不算太對 好,算了啦 算了啦 等一下,傳統的味道 應該比較酸對不對 對,傳統比較酸一點 傳統,所以我剛剛吃的那個 自以為是黃肉的呢 其實是傳統的 因為很多人其實很喜歡吃柳丁 可是他們有的人真的太怕酸了 阿伯,你是要去哪裡 我都被搞混了啦 簡單來說 傳統柳丁保留了酸味 改良後的紅肉以及黃肉 甜度較高 不過阿伯實在有夠熱情耶 把水果當糖果一樣 一起塞給大家 難怪廖拔這麼愛來 因為他們平常比較少吃柳丁 讓他們自己採 會體驗的 可以體驗 回去自己親手才的 可能吃起來比較快樂 對,而且像Michael就是這樣子 就是吃到最後 現在已經欲罷不能了 叫他停還停不下來 朋友們,若是有機會來谷坑玩 記得來給便利天男孩捧場哦 有狗耶 沒人 我們不是人嗎 有人 我家在這兒 我的家在這兒 是的 雲遊懶人包第三個資料夾 點開的是... 登登 蒟若和Michael最喜歡去的 布袋系明星館 裡面有超多知名的系偶明星 一起見去看看吧 你好 蘇雅雯 小白 你好 我小白啦 你看起來怪怪的 它是不是手在有問題呢 為什麼 我的真手 右手舉起來 你看 這裡啊... 可以上下動一下嗎 我想啊 我只能這樣 好像頭也有問題啦 超動布袋系 對 右手邊是最困難的 它要經過一般的專業訓練 那後面呢 有一個很特殊的這個 教學用的嘛 對 這是專門會要學一點點的 基本功能 專門設計 難怪 因為光這樣子 我們其實不知道它裡面長什麼樣 其實這樣摸起來 裡面也有很多機關 這設計好貼心喔 仔細看 原來用大拇指與食指控制偶的脖子 就能表現頭部左右搖晃 以及講話的神韻喔 師傅 我有問題 請問要怎麼控制右手呢 注意看它的右手 右手有一個單環 對 我們必須要用無名指先扣住它 然後我們的中指跟小拇指 是扑住它要擺各種姿勢用的 師傅 你好靈活喔 你手可以放下來嗎 舉起來呢 好 雙手打開 你有放進去嗎 有啊 是不是就放不下來了 師傅 我們兩個怎麼辦呢 好像沒辦法好好控制耶 對 這一個動作我們叫 旁邊 旁邊這個動作通常要 三年 三年啊 如果忽然就會了 你一定會嚇一跳對不對 真的會嚇一跳 西瓜啊 你放心 這絕對不可能啊 阿師傅 感覺比較簡單耶 就是連孩子都學起來 比較基本的有沒有啦 我們如果要操小隻的布袋器 我們首先先訓練我們的手指頭 手指頭 對 因為尤其是小朋友 現在他們手指頭正在發抑 對 左右手會不協調 我們先訓練我們比1 1 5 5 4 好 然後7 7 這四個基本功啊 就稱為布袋器用的 我們看 1 1 5 5 4 4 7 7 是密碼來著 好 那速度加快版的喔 小年了 你來亂了嗎 真的啦 很快啊 人家來亂 沒關係嘛 練習 我真正是來亂了 不過啊 來到布袋器館 除了學習操偶 還有一個絕對不能錯過的活動 那就是 C O D I Y 把它的很精細耶 你看 它是認真的喔 沒有在跟你玩的喔 你什麼時候畫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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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得好新穎喔 好 那另外一邊眉毛 你讓它上去吧 我覺得它長得好像蠻幽默的 緊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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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尊紅仔 到底會變成什麼模樣呢 你看啊 我們的嘴巴很有特色嘛 不要像這樣 1 2 3 請 你看你這個牙齒畫得好像兔寶寶喔 那你會模仿兔寶寶嗎 牙齒咧 爸爸的那很特別耶 是鳳眼的 1 2 3 好 不錯... 大家都很有創意 我有個好主意耶 剛剛學了操偶 又完成了DIY 不如來演出悠悠不戴氣吧 安小石偶的家 沈沈安走 早思看原田 瓜哥哥 你要接住我 我要回過去了喔 還有我 因為牠們本身就很喜歡布袋戲 然後來這邊又可以有DIY 可以發揮牠們的鬥意 可是爸爸啊 你玩得比較開心耶 我看根本是你自己想來吧 不管晴天 雨天 春夏秋冬 這裡真的是野放小孩的好地方耶 接下來要打開哪一個滋料夾呢 走... 你好... 好好玩喔 果然是在地達人 每個景點都像是自己家 趕快帶我們逛逛 這棟建於日誌時代的 雲林故事館吧 好嗎 哇 這裡面真的古色古香好美喔 真的耶 真的耶 可是爸爸啊 我發現啊 這旁邊怎麼有個洞 這個房子是不是太久了 所以沒有好好修理 對啊 這樣子不好吧 我請我的助理進來說明 真的有助理耶 這怎麼好演 而且妳穿得好漂亮喔 對啊 妳好 妳好 好 小朋友我們看看 來 像什麼洞嗎 有沒有 這個是什麼洞 這個 這個 什麼 什麼 他說老鼠耶 很多小朋友都會以為它是老鼠洞 對 但是像是當時日本建築師設計 可以把手放進去 然後像這樣子就可以一邊拉開一段木屋 最主要是像採風天 那有風雨很大的話 又可以多一個機制可以再放風 多一個機制 想不到以前就有這樣子了耶 對耶 而且房子都很有巧思耶 對 這棟有將近一百年的歷史建築 過去可是虎尾階層最高的高級別墅 裡頭藏有很多玄機喔 Michael好像已經發現囉 那時候日本家裡 他們就在打掃的時候 把細微的灰塵就可以直接賞出去了 所以它有一個名字 它叫做掃塵窗 掃塵窗 對啊 那另外的作用就是 讓房子再多一個孔 可以再讓空氣做流光 好特別喔 可是這樣我們把垃圾掃到外面 就用外面的垃圾 外面不就會堆了很多的 灰塵跟垃圾了嗎 可能再去外面的一次 再去外面最少一次 所以你在裡面的話 你就不用就是還要再把它 拿一些的設施 不要再鬧了啦 廖爸爸說 館裡面還有超多 比我們年紀都還要搭下 很多倍的古董喔 其中最厲害的就是它啦 想不到以前就有這麼大台 50吋的電視耶 還有請兩尊門槌看好電視耶 太酷了耶 那既然如此啊 我們可不可以有幸看一下 這麼久以前的電視怎麼運作的 嗯 可以啊 我請我的助理來幫忙 欸 在 在 在後面 像這個的話 我們都會說它是日本的傳統電視 欸 已經在播了 喔 所以這個是又畫在上面的對不對 欸 那我還可以看嗎 而且重點是它剛剛好像動了一下耶 為什麼會動 因為後面這邊是可以轉動的 喔 好漂亮喔 後面再轉動 然後就可以有故事對不對 對 對 之前就是時代說書人 就會帶著這個呢 日文名字叫Kamishiba 然後就會帶著他去說故事 對 但這是放大版的 小的可能就像那個手機上一樣 可以去真的說故事 這個很酷耶 你看 真的 立刻吸引小朋友注意力 剛剛兩個一直亂跑了 現在都坐好好的耶 對啊 像他們這樣坐好 所以你準備要來開始看電視了 對不對 沒想到一個古老的說書工具 居然可以讓小孩一秒變安靜耶 太太太太強大了 而且接下來要介紹的活動 和剛滿九歲的小孩有關喔 聰明的爸爸媽媽猜對了嗎 抓著儀式開始 抓一個吧 抓一個你最想要的 還要像 仔細考慮好喔 好 現在慢慢走向包子 走向青菜 我 是跟自己的衣服有搭配嗎 還夠戴起來嗎 還給我拍照 好耶 還給我開始走路 為什麼 好 坐下 那個就是蔚藍他有可能 可能成為軍人啊 或者是成為裡面的 就是領導的一個人 那如果裝到相機 他要代表什麼 可能蔚藍會當攝影師 好 那你幫爸爸拍張照 好 一 二 三 Yeah Yeah 故事館每個月都會固定舉辦 收言還有抓粥的活動 全程不只按照鼓禮來進行 還有詩人老師給予祝福 很值得體驗喔 小孩 小孩 你就很大 因為你是爸爸 媽媽 用我的媽媽 人生爸爸 特別說明一下 我們兩隻小達人 純示範而已 抓粥 可是限定剛滿一歲的小孩喔 喂 你們三個湊什麼熱鬧啦 既然回不到粥歲 不如去夢想出租櫃 許個願吧 這個櫃子裡面 它就讓大家來到這裡之後 就可以把你的夢想寫在上面 然後寫在上面之後 就可以隨意放在任何一個櫃子 好 看一下 這個是誰的 爸爸 是爸爸 這個是爸爸的 他希望他的小孩們 永遠健康快樂 然後有時間的話 可以帶他們出去玩 如果這個時候 有人要幫他們實現夢想的話 有可能就會在裡面附上一張 遊樂園的門票 真的耶 或者是一張價單 可以請假 內有洋蔥 太感人了 廖爸爸雖然不像言辭 但從卡片上 完全能感受到 他對小孩的愛喔 最後再補充一下 故事館會在一年後 將卡片和留言資訊寄還給主人喔 雲遊懶人包 內容實在太豐富了 大家千萬要記得存檔喔 2、3、4、3、15、4 很簡單 twee、15、τό、4、3 colon、3ns 玉菱青容器 在忙 也要玩 大家好,我是QV姐姐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按下订阅键 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内容的话呢 也记得看这里